如果你参与过一些业务训练的课程 或者是一些关于沟通的工作坊 我想呢 一定你听过一个原则 叫做善用别人的名字 因为人总是最在乎他自己 所以呢 当你在跟人互动 或者做业务开发的时候 能够经常的去喊对方的名字 去说对方的名字 对方的好感一定会提升 我不知道你听到这边 你对于这件事情会不会有怀疑 但是我邀请你 回到你的真实人生当中 当你去逛街 当你去买一个东西 或者你去做一个 买卖双方的一个洽谈的时候 对方那家伙 其实跟你不熟 然后呢 三两句就冒出 凯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凯宇怎么样怎么样 凯宇怎么样怎么样 好 凯宇是我的名字哦 如果你把那个凯宇 换成是你自己的名字 其实你跟他并不熟 而且你也不想要跟他熟 他却一直很轻易地叫着你的名字 我不知道你感觉会不会很舒服哦 我相信你的感觉一定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我常说 尽性书不如无书 如果你学的一些业务训练 或者沟通的法则 你学的是公式化的 是死的 是僵硬的 那自然而然经常会闹这种笑话 就是你听起来都对的原则 你读一百本沟通书 都会告诉你这是对的原则 如果你来问我 我也是说 对啊 你记住别人的名字 这是礼貌 可是呢 在我的教学里 我绝对不会鼓励你 一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跟别人互动 因为凡事有前提的 你到底跟他熟不熟 或者是他到底喜不喜欢 你这样的互动模式 所以呢 其实有时候 谈到这边还蛮感慨的 就是呢 我们常常遇到很多人 他不是不认真学习 他很认真学习 但正是因为他太认真学习 所以呢 他一直没有学到关键 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 我也一直致力在 真正的关键是什么 这方面的努力 那如果回到今天 特别给你谈名字的运用 很多人听到这里 会有一种感觉 那太轻易地叫别人名字也不行 那名字到底可以怎么用呢 我在这边就跟你分享一个名字的运用 而这个运用呢 不一定能保证你能达到你的目的 但至少相对比较不会有副作用 前面所谈到的 包含其他的课程或书籍里面 经常会说的 叫做我们要喊对方的名字 但在这里我要跟你分享的 叫做喊自己的名字 什么叫喊自己的名字呢 举个例子 假设你到一个服饰店 要买衣服 而这个店员问你 要不要加入他们的常客计划 要不要成为他们的会员 于是你问他 如果加入你们的会员 是不是有折扣 而接待人员却告诉你 没有 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我鼓励你 不妨换个方式 运用自己的名字 当对方告诉你没有之后 你可以面带笑容 温和地问对方 我叫凯宇 凯宇的折扣会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停在这里 看着他 你会发现哦 当你用自己的名字 说我是某某某 那某某某的折扣是什么呢 看着他定在哪里 这个时候四目交接的那一刻 通常十有八九 是会笑出来的 在真实的例子当中 他可能就会回头 问问他的主管 问问他的店长 于是呢 问完之后 八九不离时 你可能至少会有个九折 或者是其他的优惠 这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有时候要创造 亲近跟人情味 不是一直喊着对方的名字 如果对方根本不想要 或者是对方真的跟你不熟的话 倒不如你透过这个机会 说自己的名字 跟别人介绍一下你自己 保持风趣友善的态度 你会发现 当这样的一个轻松幽默的气场 在你身旁形成之后 自然你会得到更多的优惠 你会活得更快乐 更自在 我是凯宇跟你做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 跟你分享的人际互动 如果你想要在这方面 想要更精进 想要掌握什么叫做 真正根本的人际沟通 而不是学一些表面上的招数 还有可能会有 适得其反的风险 如果你想要 直指核心的根本的话 那么我在5月18号开课的 人际回应力课程 这会是一堂对你很有帮助 而且直指人际根本的一个关键学习 很期待在5月18号的教室里 能够见到你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